这五一假期结束了 咱们的工作又开始恢复正常 今天咱们又要给大家 普及一些关于小狗的知识 前两天我们拍下了这么一个画面 当我们把小柴犬 放出来之后 它们之间的行为 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小柴犬出来之后 被那些年龄大的柴犬压在地上 大家以为是在咬它对吗 你再仔细观察 这个月龄大的柴犬 大概是在七个月大 小一点的是三个多月 那众所周知 柴犬是一种非常容易出现 行为问题的狗 很多人为此也非常烦恼 但是呢 有些人又能够把柴犬养得非常好 很听话 那这里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这里寄养的狗当中 很多的柴犬都是有行为问题的 爱打架 敏感 胆小 紧张 那这种情况呢 非常的普遍 并且在这个品种上面特别的突出 从今天开始我们想着利用几期视频的时间 来介绍一下关于柴犬的一些性格 包括一些在培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些小柴犬它们在沟通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我们就观察 我们就观察这个小一点的柴犬到了年龄大的柴犬面前 它们总是一副讨好的样子 那反过来你看到年龄大的狗对于年龄小的狗 它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咱们按照人的思维去想 是不是应该我对你友好 你也应该对我友好 是不是 但是在狗的世界当中 它往往体现的就是地位高低 能量高低 狗是一种群体化的动物 它们在活动的时候 它们的等级非常森严 非常明确 这个狗群当中 如果每一只狗 它们的地位高低 区分的非常的清楚 那它们之间就会非常和谐 这才属于狗之间的一些行为语言 这个年龄大点的小柴犬 在我们面前是非常温顺的 包括对我们的小猫 或者对其他狗都非常温顺 但是面对这些年龄小的小狗的时候 它表现出来的架势就非常的唬人 它就会很强势地把小狗压在地上 然后做出那个很凶的样子 大家仔细看这个画面 多看几次 你会发现 这个大点柴犬并不是想要攻击它 就是在教它做事 这种行为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让小家伙进入这个群体之后 让它学到尊敬长辈的这么个规矩 其实这个道理跟人上学是一样的 小的时候咱们要学礼貌 学道德 学各种法规 然后来遵循这个社会规则 在这儿我猜到了 估计很多人可能会想 小狗被欺负了赶紧抱走 不要让它跟它玩了 你觉得这样对吗 如果是我 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的小狗它正在学知识 这个机会很难得 在这个过程中 小狗它学到的就是 用什么的方式 什么样的力度 或什么样的形式 去接触这些比它能量强的狗 它就是在学知识 这跟人是一样的 咱们上学也会学各种知识 各种法规 来遵循这个社会 或者是尊老爱幼 这是人的规则 在狗的规则当中 就应该它尊重比它强的 估计又有人要抬杠了 它会说 在狗群当中 有一些年龄壮的狗 会欺负那些年龄老的 不应该是尊重比它能量大的吗 你记住这里面讲的是能量 而不是年龄 当狗狗年老之后 它没有能力去霸占 或者是占领它所有的资源之后 它就必须把那个位置给让出来 大家也看到了 刚才在跟我一块互动的那几只狗 黑色拉布拉多来自重庆 这个鸡毛来自天津 这个哈士奇来自南京 大家注意看 它们都是有一点点行为问题的 首先 这个哈士奇是没心没中 上来就扑罗一下 弄得挺疼的 然后拉布拉多 它就是很亢奋 不停地跳啊 蹦啊 它不知道如何安静下来 也不知道用这种形式可以得到奖励 再就是这个鸡毛 它叫虎子 它的行为呢就比较的偏向于胆小 而且缺乏社会化 你看它跟其他狗玩的时候 它总是很犹豫 而且很有戒备心 这都是狗狗缺乏一些社会化而导致的后果 那咱们的视频呢想结合的就是 其实狗在成长过程中 它需要学的东西 很多不是从人类获得的 而是从他们的群体当中获得的 这也就是很多人把狗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 因为狗狗在城市当中缺乏社会化 缺乏一些基础的行为交流的一些技巧 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城市当中养狗 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不是说它吃不饱 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个群体 去学习经验 柴犬这种狗的优点挺多的 比如说体温很轻 然后挺黏人 不是特别爱飞觉 那种种的优点让很多养种的家庭 就选择了这种狗 就拿刚才那个画面来说 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经常跟大家说呢 把小狗用力地安在地上 它越挣扎 你的力度越大 等它放弃挣扎之后 再拍打一下鼓励 让它起来 慢慢地养成一种互动的方式 就像玩游戏一样 这个从哪来的呢 其实我们这个总结点 就是通过狗狗之间的行为来演变出来 就像刚才那个 大一点的柴犬 把小的柴犬压在地上 道理是一样的 把它压在地上 它惨叫了 这叫俯软了 然后它不再挣扎 上面这只狗呢 它也就不会再继续地攻击它 柴犬这种狗 如果你把它养好了 那就是一个天使狗 如果养不好 那就是一只小恶魔 好了 今天咱们的视频点呢 就是通过狗狗之间的一些小行为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行为 它的原因和最终的结果 下一期呢 咱们讲一讲 为什么那么多柴犬 见了面就大家 咱们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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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讲一讲